12万卖游戏账号 再恶意找回 违法吗 火 违不违防 这可是犯罪 三年半了解一下 就前面就啊 上海一个哥们儿小七 因欠贷极缺资金 就把自己的游戏账号 以十万元买 但是卖完之后呢 就后悔了 我这一身 神气神仇 在游戏里笑话操作 屁宁重生 现在好了 好没了 那种失落 我是一个游戏 不对 我肯定很猜 结果呢 0.1都 又把自己的账号 申诉找回了 不可太聪明了 12万到手 账号又回了 可以继续屁腻了 结果 归抓了 三年半 不用说啊 你账号都卖了 所有权已经归人家了 你现在才找回 也就属于以非法战友为目的 侵占班的财产 也就是道歉 一人法院的判决小七 坐牢三年半 并处罚你 拥有万派 但小七啊 就觉得最近很怨 人家游戏规定账号 不能随便买卖 我这不是偷 我这是遵守规则 那你倒是提前 给人家退钱呢 二十万维持语判 说实话有这种 很多人如果不懂法 真的非常容易进行 因为申诉在找回账号 这个动作太简单了 你随便点点点 各种账号和钱都回来了 但是这是犯罪 后果很严重 付千万彩礼和领导女儿结婚 几天后又离婚 不要彩礼了算行贿吗 我这套路也太真了 以付千万彩礼的目 是为了让领导 用他的职权 给你某点私利 不是真的想娶他的女儿 这只是送钱的手段 高 实在是高 但是 根据行法规定的 被谋取和正当利益 给国家工作人员财务的 叫行贿 所以说 不管你是怎么送钱 只要涉及全钱交易 不管是以财力的方式 还是搓麻将时 故意出钱 不况来到假古董的价格 把真古董送给领导等等 都算行贿 只不过呢 实践中呢 这个很难去知名 但一般行贿爆雷呢 你看这些距离变 都是消息举报的 只要你收了钱 就把米在别人手里了 大家谁也跑不了 没有利不透风的墙 并且 你这财力 速的也太高了 明显拉高了市场水平 当然了 如果你假信尊重 真的把领导的女儿 给取了 领导千万财力 也输了 但是就是 不给你谋私利 这个人家是不公平犯罪的 而且你的财力呢 人家也不用退了 这为财力的事 我怎么能干呢 怎么也飞不出 花花的世界 原来我是一只 憔罪的蝴蝶 孩子间打架 家长该如何猖火 火 南京医生上门掌握 五岁肉腾推倒老人的事 大家都知道了 讨论也十分火爆 有些人认为 这家长做得对啊 这打人的小孩子 就该这么教育 当然也有人认为 自己的孩子被打 情绪激动能理解 但你再怎么样 大人也能打小孩啊 你打人 有理便无理 目前呢 这门家长因涉嫌 故意伤害 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这么看来 这位老人是伤得不轻啊 估计是达到 情商与商 这个家长想要不进去的话 估计就二点 他就反过来去调一方 出去一个刑事量演书 那问题来了 孩子之间的事 家长该参考吗 我个人觉得 首先 大人肯定是不行 以下本案这名家长 现在被刑拘 将来还可能会 刑事拘留案点 医生的工作 不用说了 肯定是牛了 这孩子也受影响了 以后 甩点和你玩 动不动 老爸就打上门 并且 有一个有案点的老爸 以后考公务员 当兵正神 也受影响 你说投开啥呢 当时是痛快了 但这代价也太大了 不是我们常人能承受的 痛不动真的是魔鬼 我个人觉得 自己孩子被打 情绪激动 还能理解 但是想为孩子讨回公道 也应该有合法的方式去做 据说两家人呢 住同一个小区 还经常串门 两个孩子就跟发小一样 经常一起玩 说实话 打个假也很正常 我小时候就经常被我的发小碰 关键是 他不是校园霸的那种 对你精神肉体进行持续打击 那这样的话 你让对方赔个医药费 实在不行 再赔点精神损失费 然后对方的家长 教育他的熊孩子 再给自己的孩子道个歉 俩孩子不就好了吗 真不至于搞这么大 一个家庭 很可能就会了 我是觉得 大家都应该学点法律 控制我自己的情绪 你们觉得呢 关注我 助你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开朗 把务包管盗窃公司财产后 留下戒条 算计还是偷 火 离了很大谱啊 这是个真事 前面有的 重庆发了一起盗窃 一家公司 世界里一台电脑 四号手机还有两条烟 但是在线条呢 却发给一张戒报 江湖救死 并且带奉上一千块的感谢金 只要别抱着就行 并且按着手印 这宝阿姨看着 蒙吧 这潜词造句文重重的 不会是小偷的缓冰之计吧 哥这给我玩三十六计呢 哥们我西游记可熟了的 于是马上报警 但结果 三天之后 这小偷确实以原物换完 并且给他一千块的感谢金 但你新手成功吗 原来 这哥们也是毕业于名牌大学 他是学法文律的 他在大公司里 担任法务部的高伙 那为啥会道歉呢 陈铭于投资和网络赌 输了个倾家档啊 这会儿呢 把道歉的东西抵押 换成现金 又去赌了 诶 这会儿赌赢了 于是一约送罚的财务 最一千块的感谢金 那问题啊 这道理算道 还是借的 诶 当然是偷 这个借呢 是人家图密 你才要借 在施主不知情的情况下 你若是把贷入财务 自己用 这不就是偷吗 而且跟着听吧 若是道歉 是不用考虑道歉金额的 你偷一块钱 也是过去道歉 三年以下 但在量刑上 他腾带退赃退皮 并且给施主 一千块的感谢金 人家也量刑你了 这个是可用大幅度践行的 当然了 后来发现 这哥们的道歉也不止一次 多次为了防止留下限速 只是穿越内裤裸体道歉 这反侦查意识 还是很强的 不过 大碗劳贩是跑不了的 就算他自己懂法律 也不行 对于这件事 你们怎么看呢 丢了两千多万的名表 捡盗者送一千一百万的房子 这也是个件事 前不久 上海有人发布一条宣传广告 说自己 用了一个价值两千四百万的 百达斐烈手表 用捡盗归还 做一套 价值一千一百万的 一百二尺平的房子 结果 这个人打电话去问 可是知道 对面却是一个 房产中心 压根就没有丢手表 就是想了 要不要你看看我的房子 好家伙 做广告呢 那问起来了 这个没法吗 当然没法 这其实是一个 以悬赏广告 就是有偿寻物为幌子 实质上呢 是推销房来的广告 根据广告法第四条 广告不得含有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 不得欺骗我党消费者 很明显啊 他这寻物歧视 就是忽悠你 想房想方的 想天上吊鸣饼是吧 美得你 来看看我的房源 要不要买一套 这是违法的 广告法第五十五条 发布虚假广告的 因责力 停止发布广告 原来相应在外面 消费者 可说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 一下子 但是他这种 带楼道里 贴小广告的方式 影响力和传播力 越小得多 加上没有造成 任何实质损害 实际中呢 一般不可以 用这么高的头 可这种广告 如果是你 你会信吗 监狱里很无聊 该如何打发时间 火 这也就错了 进去我的朋友都知道 他里面不是让你天天 躺着啥事没有 少了短视频 一起午黑 打打游戏 晚上熬个大夜 早上睡觉自然醒 不能够 里面的生活节奏 其实非常的快 所有人每时每分 都有事要做 8点到12点出风 下午1点到6点出风 7点收看新闻联播 8点洗漱上创 9点追脚 当然 冬末 节假日 空运时间 也是有人 话说 里面各方飞的人 都有 说话也很有意思 一起吃烟油 再到象棋 打打劳人杀也不是不可以 但不得不说 你能选择可以去做的事情 比外面少了很多很多 你要是真的问我 该如何打发时间呢 那我不得不说 要看书 监狱能困住你的肉体 但就困不住你的思想 人在监狱 很多事都变得很纯粹 读书不是为了越考中考寂寞考 也不是为了拿文凭考教师资格证 考各种资格证 而是能从不同书籍中 看出不同的人生 你读得越多 思想越丰富 旧纪越开阔 当你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不一样 遍地是黄金 这不是让居居是一样 而是你的机会变多了 怎么样